第四百三十一集 哎呀 那太好了 老周我真得谢谢你呀 二哥你还客气啥呀 不过 有些事情我得说清楚啊 当学徒 捎带着在医院里打砸 工资只能是按照 零食工的标准 二哥呀 这个正式的编制 我可给办不了啊 老周啊 你看你说的 别说是零食工了 就是不发工资也行啊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老周你可得上点心呢 嗯 行 就这么定了 我看小东累了一夜了 一会儿我给他开点药 让小东回家好好地休息 一旦确定下来了 我给小东通知 就这样 麻子大爷给我铺了一条路 一条让我通往成功的路 我带着药物 拦了一辆拖拉机 就回到了家里了 回到家里啊 我娘一看到新衣服 就问是不是我自己买的 直夸衣服好看呢 我不好意思地说 是一个女孩送的 我娘一听可高兴了 说 儿子 您可真是出息了 真想不到我儿子这么有出息 竟然还有人给送衣服啊 接着我娘问我那个女孩长得什么样 是高 是矮 是胖 还是瘦啊 家住在哪里 我被我娘问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干脆叫上大黑逃跑似的赶紧跑出去了 本来是想找二怪一起玩的 可是二怪没有在家 因为不上学啊 被我大爷啊 治着下地干活去了 在农村父母的眼里啊 上好学才能跳跃龙门 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 不上学就得跟老一辈一样 面朝黄土 背朝天 数着汉珠子过日子 没有找到二怪啊 干脆我就自己玩了 于是我叫着大黑 就往西湖的食堂树林里凉快去了 哎 就因为去树林里凉快 我走上了一条 无法回头的路啊 到了西湖的杨淮树林 树林里确实凉快 不过呀 也有扫兴 那就是遇见大妞姐妹 在那里放羊呢 于是我远远地绕开 到了树林的深处 也就是当年遇见吊死鬼老林的 林野屋附近 这时的树高 地上有青石板 可是睡在上面凉快啊 因为当年的老林吊死在这里 给人留下了深深的恐惧 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人敢来这里乘凉的 我不怕这些 老林是我们给移动的棺材 管他有没有鬼呢 凉快是真的 说实话我心里高兴 坐在被雨水冲刷的干干净净的石板上 看着碧绿的树叶 我心里憧憬着未来 想着以后也能穿上白大褂 做一名医生 还能和刘家在一起 于是我高兴的诗性大发 想赴诗一首 做一首七言绝句 不过水平太差了 二十八个字 我就想了五个字 就想不起来了 于是就算了 做诗不成 干脆睡觉得了 我躺在石板上 让大黑在旁边守着 闭着眼睛吹着凉风 感觉舒服极了 由于一晚上没有怎么睡觉 所以不到一会儿就睡着了 刚睡着我就听见大黑汪汪的叫 我睁开眼问大黑怎么了 没想到大黑拉着我的衣服让我走 我的衣服可是新衣服啊 赶紧让大黑松口了 然后让他在头前带路 我跟着大黑往前走了一段路 穿过了一道灌木丛 前面就是食堂了 这几天下了不少雨 食堂里的水又满 我穿过灌木丛就听见有水声 朝水中一看 当时就红了脸了 原来是大妞正在洗澡呢 只见大妞穿着一个白色的小背心 和红色的小裤衩 在水里边欢快地洗水 大妞的脸和胳膊黑 但是身上白啊 白得耀眼 长长的湿头发半披在胸前 湿水的背心紧紧地裹着 胸脯高高地挺着 身材看起来出奇地好 那高挑的身材让我耳红面热 心中砰砰直跳 我赶紧转过来对自己说 非礼物贴 非礼物事 杨小冬你这个混蛋 不能胡乱看的 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打黑这个狗日的 怎么往这里领啊 这不是让我耍流氓吗 我们这里的食堂是一长六通着的 大妞洗澡的地方比较偏僻 又有灌木丛隔着 一般人是不会来这里洗澡的 还有就是荒郊野外 人烟罕至的地方容易有水鬼一类 所以别说是大姑娘了 就是小伙子也不敢随便洗澡 不过大妞从小就经历了母夜叉 童年充满了恐怖 心灵受到了摧残 再加上何三叔不能经常叫的 就养成了大胆 扑辣 独断专行的性格 这点和他娘母夜叉有点相似 这个大妞我招惹不起 趁着没有人看见 赶紧悄悄地离开了 要是被他知道我偷看洗澡了 非得把我吃了不可 谁知道我刚走了几步 就听到了水声 那个声音像是在挣扎 我回头一看坏事了 只见大妞已经沉到水里 双手在那里挣扎 看样子 大妞溺水了 大妞溺水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因为她游泳的本事很厉害的 七八岁还不懂事的时候 她经常跑到我们男生洗澡的地方 在那里一起游泳 有一股不服输的劲 敢耍横斗狠 是一个十足的假小子 当时有一个和我一般大的小男孩挑衅 差点被大妞给淹死 我还没有学蜜水术的时候 根本就不敢和大妞比游泳和扎猛子 就是这么一个彪悍的人 怎么可能溺水呢 一定是大妞在那里玩水玩的高兴了 女人洗澡洗水 那可不是随便看的 想到这里 我埋着头继续往回走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大黑竟然拽着我的裤脚不让我走 还大声地朝我汪汪 我当时就火了对着大黑说 大黑 你知不知道咱们去看大姑娘洗澡就是耍流氓啊 传出去之后 我连媳妇都说不成了 赶紧的走 到树林里啊 凉块去 可没想到大黑变得不可理喻 上前张口又扯住了我的裤子 把我往食堂的方向拽 我的那可是新裤子呀 这样拽下去非得拽破了不可 于是我就有点恼怒了 双手托起大黑的狗头对大黑说 大黑 你怎么了 非得让我背上一个流氓罪不查 我和你说 这个罪名最让人抬不起头 咱们趁着没人看见 赶紧地离开 以前很听话的大黑汪汪叫了两声 一下子挣脱了我的手 又转身朝着池塘里汪汪叫了起来 这时我意识到不对劲了 大黑是一条非常聪明的狗 智商和人一样 怎么会三番五次地朝池塘里叫呢 莫非池塘里有情况 我想到这里我赶紧地转身 穿过了灌木丛朝池塘里看 只见大黑整个地磨在水里 一个劲地挣扎 两条白胳膊慌乱地晃动 大白腿也在水里使劲地乱灯 而在大妞的身后有一个浑身苍白的人使劲地抱着大妞 那个浑身苍白的人紧紧地贴在大妞的身上 一个手使劲地揉着大妞的胸 另一只手放在下身 由于水的原因看不清到底在干什么 反正不是什么好事 我看到这里当时就是一愣 水中刚才就是大妞自己在洗澡 怎么会忽然多出来一个人呢 我和大黑还没有走远 这个空档是不可能有人进池塘的 想到这里仔细地看起那个人来 我们站的位置是一个高岗和池塘有很大的落差 从上面可以居高临下地看看水里的情况 只见水里的那个白色的人影浑身没有穿衣服 看上去身体没有一丝的血色 像是一块被泡了很长时间的样子 看那个人的头发应该是短发 随着水飘着 总之看上去无比的诡异 看水中人的样子应该不是人 是水鬼 而且还是一个色鬼 大妞这时不小心招了水鬼 这地方偏僻在这里洗澡 不招水鬼才怪呢 看到大妞已经被拉到水里了 这样下去大妞很危险 用不了多少时间就会逆水而亡 这种情况下必须得挺身而出 跳到水中救人 想到这里我赶紧脱下身上的衬衣 然后松了腰带 解了裤子上面的扣子 拉开裤链 刚要脱裤子 然后犹豫了 因为在卫生院里 我的裤衩早就扔到垃圾桶里了 里面没有穿裤衩 这样的话 如果脱了裤子 我可就说不清了 就在这时水里的大妞双手和双脚下垂已经不挣扎 身子随着身后的水鬼慢慢的朝着池塘深处游动 再不救的话就会被水鬼拽到水底 我看到这里 赶紧把腰带往腰带扣子里一插 也顾不得拉紧了 也顾不得扣扣子 直接大喊了一声 水鬼 你奶奶个熊的 给我住手 哈哈哈 这我就不知道